大家好 我叫刘颖 来自于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 我所从事的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叫做小虫子解决大问题 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会经历生老病死 这一系列的阶段 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 有非常多重要的生命科学问题 它们也非常地复杂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衰老和代谢 可能在座的各位都会觉得说 这是非常大的科学问题 但是在我们实验室 我们是恰恰用一只只的小虫子 来研究这些大问题 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是如何用这些小虫子 叫做现虫来研究衰老和代谢的 那我为什么要研究衰老呢 我想大家也觉得 人类从自古以来 从东方到西方 一直对于长生不老 都有着孜孜不倦的向往和追求 在我们国家 古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神话故事 说嫦娥 她因为偷吃了自己丈夫 从西王母那里要来的这个长生不老药 于是才有了嫦娥奔月的故事 那么西方呢也有同样的传说 这边展示的是一幅非常有名的画 它的名字叫做The Fountain of Youth 中文名呢就是青春之泉 它描述的是这样一处泉水 你可以将它想象为生命之泉 也就是说可以想象一个枯黄的落叶 它落入到了这个泉水里之后 这个叶子可以重新地变绿 或者说是濒临死亡的昆虫 落入到了这个泉水中 它即刻呢就能飞起来 那如果我们人 尤其是老人 到这个泉水里去沐浴一场的话 我们立刻就能返老还童了 西班牙有一位探险家 他因为想要去寻找 这个所谓的青春之泉 也开始了自己的航海旅行和探险 最终呢据说他发现了一个 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所以呢我们人类一直对长生不老 是有着向往的 那对于我来说呀 我觉得也许是因为未雨绸缪 所以在我博士快要毕业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 那我将来到底研究什么呢 那时候我就对衰老开始产生了兴趣 我就在好奇说 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衰老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式 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呢 那在我们实验室就要用到一些常用的模式生物 来进行科学研究 这里呢我给大家展示的 是在生命科学领域里面 比较常见的模式生物 你可以看到从左到右 有细菌 有酵母 还有我们常用的线虫 然后呢还有果蝇 有斑马鱼 小鼠 以及猴子 那我自己课题组啊 主要是用线虫来进行衰老的研究的 为什么选择线虫呢 先来让我对线虫进行一个介绍 我们的这个线虫它的学名比较长 叫做秀丽银杆线虫 它其实在我们的自然界中是广泛分布的 即使是在我们室外的土壤中 其实我们也是能够分离到线虫的存在的 但是大家一定不要觉得 这个线虫可能是那些那种爬行的 蠕动的 非常让你觉得很恶心的小虫子 其实啊 它们非常小 这些线虫它的成虫也就大概只有一毫米那么长 我们经常是需要借助显微镜 才能对线虫来进行观测的 那左边的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线虫的样子 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存在着两种形态的 那种比较大的形态是雌雄桶体 比较小的那个虫子呢是雄虫 在自然界中啊 雌雄桶体占了绝大多数 可能有超过98%的虫子 都是以雌雄桶体的方式来存在的 线虫呢 在实验室是非常好培养的 我们一般啊 就常用的是这种圆形的 直径呢 在几厘米到十几厘米的塑料的培养米 然后在这个培养米里面 我先给它铺上一层穹纸 穹纸上面我再铺上一层细菌 我就可以培养线虫了 因为呢 线虫是以细菌作为食物的 而穹纸的存在可以同时为 线虫和细菌提供它们所需要的 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 所以说在我们实验室 这一个个小的培养米 其实就是线虫它们的生长环境 那为什么我选择线虫来研究衰老呢 我觉得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啊 就是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线虫当它从卵里孵化出来的时候 它会经历四个幼虫期 分别呢我们可以将它命名为L1 L2 L3和L4 然后呢它会变成有生殖能力的成虫 线虫一般呢产卵大概有两到三天的时间 在它的这个产卵期结束之后 这些成年的线虫就慢慢地进入它们的衰老期 直到这个线虫死亡 所以在显微镜下 我们可以观测到就是线虫的卵 可以观测到一只只的幼虫 那么在每一次它从前一个幼虫期 进入到后一个幼虫期的时候 它会完成一次褪皮 然后会变大 最终呢进入到成虫期 那么根据我们在实验室对线虫培养的温度不同 线虫呀它的寿命也是不一样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我们如果在20摄氏度的培养环境下去养这些线虫的话 它们的生命周期大概就是20多天的时间 所以说如果我想试试看 我的某种实验条件能不能延缓线虫的衰老 延长它的寿命的话 可能一个来月我就拿到实验结果了 但是呢如果相似的实验 我放在小鼠上面去做的话 我就需要等两到三年的时间 才能拿到一次实验结果 另外呢我们用线虫做衰老的模型 还有一个优势是刚刚我们给大家展示了 就是在生命科学领域里面常用的这些模式生物中 你可以看到线虫它是处于在进化上比较中间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它不会像细菌呀酵母呀这么低等 它其实也会经历自己的发育 生长 生殖以及衰老的过程 那么如果大家看这个动画 我们其实是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一只虫子 然后每天对这只虫子进行这种显微镜下的拍摄 去看它的状态 比如现在它就在开始产卵了 这是进入它的产卵期 产卵期结束之后呢 这只虫子慢慢地成年的虫子开始衰老 你看它衰老的时候也出现很明显的现象 就是它运动明显地减慢了 它不怎么动了 而且它的进食也明显地减少了 然后与此同时呢 如果我们在虫子它进入成虫期之后 每天给它拍一张照片 然后把它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啊 和它老年的时候的照片排列在一起 从上而下排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 老年的虫子它明显地缩短了 它的个子变矮了 然后呢它的皮肤也出现了褶皱 包括它自己内部的肠道的这些组织结构 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就是说线虫它的衰老 在很多形式上和人是有相似之处的 所以我们觉得在线虫上做衰老的研究 可能我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应用到高等生物上面的 那么我们怎么样用线虫来研究衰老呢 这里就借助到了一种基因突变的形式 那么基因大家应该都知道 它是指携带有遗传信息的这一段DNA序列 基因突变呀 其实在自然界中 在进化的过程中是经常会存在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图的背景是灰白色的 它其实是一个灰白颜色的树干 那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其实在这个树干上是趴着一只飞蛾的 这是一种在英国非常常见的飞蛾 但是呢 因为这些蛾子它自己本身的颜色和树干的颜色非常接近 这是它的保护色 使得它能够避免被自己的天敌发现 避免自己被捕食 但是啊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 环境被污染了 我们的树干从灰白色被污染成了黑色 那么这只白色的蛾子 如果再趴在黑色的树干上的时候 不但我们了 它的天敌就很容易地发现这只飞蛾 并且能够将它吃掉 所以对于它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这么一大批的飞蛾中 就有某些产生了基因的突变 这个突变就导致能够控制它身体颜色的基因发生了改变 使得它呢 从白色的飞蛾变成了黑色的飞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张图上是有一个黑色的飞蛾隐藏在这里的 因为这种基因的突变 使得它的颜色又重新地接近于这种树干的颜色 重新地产生了保护色 所以说对于飞蛾来说 这种基因突变是对于它是有利的 那么因为在自然界中啊 这种基因突变的频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在实验室中 我们为了提高基因突变的一个频率 常常呢是用化学试剂来对这一只小虫子进行处理 提高它的突变频率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叫做化学诱变 其实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经常看的一部动画片 就是这个忍者神龟 因为这四只忍者神龟 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基因突变产生的产物 然后基因突变使得它们具有了超能力 其实在实验中啊 我们也是希望去发现一些具有超能力的线虫 那么我们关注的超能力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能够延缓衰老 延长线虫寿命的这样子的超能力 通过这种化学诱变产生基因突变的方式啊 科学家确实也发现了有突变的虫子 能够显著的延长寿命 比如说在这张图右边 我们给大家看的就是线虫它的生命曲线 这个图的横坐标呢 就是线虫它生长的日期 就是天数 然后纵坐标呢 就是指在这么一个培养民里 大概有百分之多少的虫子 还是活着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白色的小方框组成的这个曲线呀 就是正常的 在野外正常生长的野生型的线虫 它的生命曲线 那么在刚开始的几天 我们可以看到 百分之百的线虫它都是活着的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的线虫就开始死掉了 到了20天左右的时候 可能大概就只有50%的线虫 还是活着的 然后到了30天左右的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线虫就都死掉了 但是呢 科学家经过筛选 发现了有一个基因突变的虫子 这个基因叫做Dev2 那么它的突变虫子的生长曲线 是我们黑色方框展示出来的这条曲线 你可以看到 这种虫子 它的寿命很明显地被延长了 一直到80天左右的时候 这些虫子才全部死掉 也就是说它的寿命被延长到原来的 大概是2.5倍这么多了 那么除了Dev2这个基因之外 科学家其实也筛选到了一些其他的基因 那我再举个例子 这个基因呢叫做Eat2 所以这里呢展示的白色方框 依然是我们正常的野生型的虫子的生长曲线 然后另外四组呢 是这个带有Eat2基因突变的四株突变线虫的生长曲线 那么这个Eat2基因的突变同样的也很快地延长了线虫的寿命 Eat这个词如果大家对英文比较了解的话 它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的意思上的吃 那么Eat2这个基因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呀 就是线虫吃得少了 所以说它就间接地模拟了一种热量限制性的进食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适当的节食 所以说我们在线虫上的这个发现就告诉我们 也许适当的节食或者是热量限制性的进食 可以延长一个物种的寿命 那么这个线虫上的发现 对于高等生物是不是适用的呢 就有另外一组科学家在猴子上做了实验 如果大家刚看到这两只猴子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的第一印象可能会和我一样 会觉得右边的这只猴子明显地比左边这只猴子要老 对不对 但是它们的年龄其实是差不多的 左边的这只猴子是25岁 右边这只猴子呢26岁 它们的最主要的区别是 左边的猴子它每天摄入的食物量 是右边的猴子差不多一半 也就是说它在进行一个热量限制性的一个饮食 所以说从这个实验结果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高等生物上适度的结石也是能够延长这个寿命的 那么既然我们现在讲到了吃 讲到了饮食 我就想跳入到我下一个演讲的话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线虫来研究代谢 因为其实我自己非常关注于代谢 我也非常好奇就是说当我们吃入食物之后 这些营养物质进入了我们的身体 我们是怎么样感受到这些营养物质的存在 同时呢很聪明地去启动我们的合成代谢 把这些营养物质储存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那么到了这个大家饥饿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在场的听众 听完我们一下午的报告 到傍晚的时候大家肯定鸡肠鹿鹿了 那这时候身体又是怎么样感觉到了饥饿 从而去启动我们的分解代谢 比如说把我们的脂肪来分解 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的 这些过程又是如何来实现的呢 在我自己的课题组 我们依然是用这种小虫子来进行研究 定为这个线虫 它其实也可以非常聪明地感受到自己的饥饿 并且开始分解自己体内储存的脂肪 那么我们可以在实验室利用一种染料 叫做油红欧 对这个线虫的脂肪进行染色 在左边的这一组线虫是正常喂食的线虫 可以看到就是它脂肪的染色 这个红色是比较深的 说明它的体内此时储存着大量的脂肪 但是如果我将这个虫子给它饥饿十二个小时 就变成了右边这一组虫子 就是说它这时候知道自己饿了 它开始启动自己脂肪的分解 然后我们的染色红色就变浅了 另外呢 如果我们去关注这些饥饿的虫子 它的基因表达水平的话 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就是造成这些脂肪分解的相关的基因表达量都升高了 就说明这些基因开始行使功能了 它开始促进我们的脂肪分解了 所以呢 我们依然利用线虫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那么主要是依靠它以下的两种研究优势 其中一种优势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叫做显微注射的技术 很轻易地做出转基因的线虫 那这个显微注射啊 就是我们把这个小虫子固定在这里 然后呢 我用一个非常非常细的这种玻璃针 在小虫子身上扎进去 然后一直让这个针尖扎到它的生殖线内 这时候我从针的另一端呢 注入这个DNA 就是我们想表达什么基因 我们就注入什么DNA进去 这样子这个虫子它所产生的下一代 就能够表达 我们希望它表达的DNA了 是非常方便的 那它的另外一个研究优势呢 其实是因为这些虫子啊 它通体透明 我们可以直接地在显微镜下对它进行观测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直接地在显微镜下看到 虫子它每一个次细胞分裂是如何发生的 又是如何进行排序和进行的 那么通过利用这样两种优势 在我们课题组呢就建立了研究脂肪分解的一种转基因的虫子 那么简单的来讲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将这个促进脂肪分解的这个基因 给它连上了一段绿色的荧光蛋白 那么可想而知 当虫子它饥饿的时候 因为它要促进脂肪的分解 所以它要上调这个脂肪分解筋的表达 相应的我们这个绿色荧光蛋白也就被同时高表达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左边这幅虫子 就是正常喂食的虫子里面 那么它的绿色荧光是不会表达 也不会变亮的 但是如果我给这个虫子饥饿12个小时的时候 它因为要分解脂肪 所以它的绿色荧光同时也产生了 在显微镜下我们就看到这些虫子变亮了 于是就利用这些转基因的虫子 我们依然可以进行这种化学诱变产生的基因突变 或者是用这种基因敲低的方式 主要是想看看哪些基因的突变或者是缺失 能够在虫子即使是正常进食的时候 也能够启动它的脂肪分解过程 那么通过这样子的研究 我们目前发现了一个基因叫做HLH11 当我在腺虫内把这个基因给敲除掉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腺虫里面 所有相当于控制脂肪分解的基因 表达水平都变高了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研究上 它都变成了红色 红色说明它的表达量是变高的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去直接监测腺虫体内 每一种脂肪分子的含量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图上 右边图上的每一个小点 都代表着每一种脂肪的分子 那么对于基因敲除的虫子 它所有的小点都向左偏移了 说明它所有的脂肪含量都是在减少的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发现我们的这个研究 确实在高等生物也是适用的 因为在高等生物里面 也有我们这个线虫 形式同样功能的一个所谓的同源基因 于是呢 我就在体外对我们人的肝细胞进行了培养 同时呢 去敲除我们发现的这个基因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张图 左边呢 是我们正常的人的肝细胞 那么这时候如果我再用油红殴 对脂肪进行染色的话 可以看到在这些细胞里面 是有一粒一粒一颗一颗的脂滴的存在的 它其实是有大量的脂肪的累积的 但是当我将我们发现的这个基因敲除的时候 就变成了右边这一组细胞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脂滴的存在 这些细胞内的脂肪已经被分解了 所以说我们就在想 如果今后能够通过这些方式来 直接地去上调我们脂肪的分解 那是不是就有可能 哪怕是我们正常地吃食物 正常进食的同时 我也能激活自己的脂肪分解 那如果这个可以实现的话 我想也许人类减肥就不再是一个难题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自己课题组的一些研究 也非常感谢我课题组 所有的学生和博士后 在这些研究中做出的贡献 那么同时我也非常感谢 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 北京未来精英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 以及腾讯的科学探索奖的支持 谢谢大家